大家好我是欢欣 那我们就把昨天的直播的视频随便做一下好了 那个很多朋友不是也没看到吗 我选择了那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局 虽然说是反贼 但是这一局打的真的是 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谁要赢的感觉 关心张包主非主流主攻 其实我当时觉得既然这样子胜率还是蛮高的 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事与愿违 那我们具体来看 其实非常像反贼的人有张和 对吧 曹昂这些都是比较克关心张包主的 包括新周泰 这个是比较像忠臣的 这里都已经把反贼标起了 那我们身份应该是明了 那这样子的话关心张包七肉复魂 去忙一个张和也是 强行的去看能不能打死一个反贼 但我这边有个桃肯定要救一下 张和如果七肉死了 对我们来说绝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关心张包直接打 我这边吃桃 还好他那边打完了 不过我刚才已经把反贼身份标起了 说明这个也有可能是中 如果也有可能是中的话 张和还是有危险的 对吧 起码李如那边稳定了一刀 张和抱的是没有杀也没有桃 当然也是求一下队友那边有没有桃 一顺 请周泰过一下牌 其实不应该啊 这个不应该顺 如果单杀就杀一刀 因为这边抱的明明闪明又没有桃 你就过一下牌是不是影响他打不死 不过他想通过铁锁九属性杀 这边曹昂赶紧去挑反贼 去无懈一下 最后我也理解他为什么要敢过牌了 不是九属性杀呀 这是一个单独的火杀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桃 没有没有没有 诸葛克奥财 没有 这样子的话张和再见 七手死一个张和 而且这种伸手牌的张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打击 并且周态状态也不是十分好了 刚才卖的血的牌都没有转换为使用 那说明是白废血 也冰了我一下 这边我直接是什么 那我们只能推主了呗 这个 分析完以后这个是为了延迟时间直接解翻 看能不能找到九 虽然过两排 但是我们这个战绩是什么稍顺即逝的 因为如果我不去解翻 下轮也许就解翻不出来了 所以干脆先解翻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九 完了直接去九 这边的话 乐了太日词 我就拆一下诸葛克对我们的威胁 铁锁我和主攻 那这样子的话周态也要是通过我传导去确立推主的节奏 那我这边的话直接费血 乖乖的 一杀一难瞒 这样子的话主攻在这打到一血 虽然死了个张和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因为一血了 我这边无视距离 总会有办法去打死他的 周态这边无限了一下 帮我保一下状态 看一下诸葛克 诸葛克直接跳了一个内奸 刚才因为曹王是无谢果 是跳的明确的反贼了已经 所以这个动作肯定跳内奸 直接跳完内奸以后去收周态 他肯定是会不屈的 想太多 当然他也有可能就是打一下周态 曹王复一马 漂亮出一个杀 但是三个杀第一大错觉 那就是我能摸到杀 有了复一马 直接断杀 但是我不知道他其他牌什么 你这复一马带出来 一会把拆了怎么办 这边 关心张包因为没牌 所以直接摸牌 摸了一个联络 两个乐都中了 那延迟一下他们对我们的输出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的集火 我这边是直接有距离的 我这边是直接有距离的 决斗杀 直接不客气了 双杀 看能不能带走 例如那边一个无限 曹王也没有去选择过牌 说明他手上没有废牌 全是杀善逃酒那种的 诸葛克一个神奥才明白了 但是我们还有两个反则要动 而且曹王那边是有距离的 这边周太短一个距离 只能杀一下李如 那过了呗 看一下诸葛克控场 他直接去拍曹王了 拍了一下曹王直接过 因为曹王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难控的 现在啥也不说了 曹王赶紧就等你的杀了 吃了一套过 简直了丧心啊 又是一个标准的 我能摸到杀的感觉 有时候就指望他了 这边的太日词拼我 七拼六 这个当时很多朋友说 我是在直播吗 是不是他看我牌了 其实我觉得也理解 他也许就没有想输出 对吧 他用了一个最大的点 他说他是七点是最大的 所以他用了一个最大的点去拼我 我只能这么理解 按道理 也没必要看这牌 对吧 大家都认的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为什么七拼六的能拼成功 他也许就单独就是为了拼 我最后一张牌吗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万件 这边看一下我的队友有没有淘 尤其是曹昂那边 曹昂那边牌很奇怪 就是没闪没什么 完了直接死了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死了 我们其实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那就是曹昂那边被乐了 那个产生不了效果的同时 周太这边也没有距离 虽然说是关心张包近在咫尺的医学 但是就是打不死他 还好关心张包那边也没有产生别的积蓄的输出了 那曹昂再去了就根本没得完了 好这边曹昂过了一个距离 那这样子的话 秦州台那边有距离了 那个闪的确不是明的 这个就别纠结了 这边杀八卦阵不给力拍黑 秋淘哇诸葛克神奥才啊 这你能信 这种诸葛克绝对不能跟他玩 就我们板贼两次要推死组的时候 他都用奥才来救了主 这边诸葛克在救主的同时 也是要进行一些控场的动作 曹昂那边应该是有久 因为刚才我杀他 他要找杀的话都可杀主的时候 他可以去扔废牌 他手上没有废牌的 也没有闪 就是九 也没有桃 有桃就救我了 九或者说是 就九吧 那只能说他手上全是九 这你能信 这边看一下能不能过 没有 那曹昂再见 本轮曹昂这简直是团队一大短 短板 就让他干嘛 他干不了 关键时刻他还 这一轮有顺有杀 但是就是没有过了 手上应该留了一张 最后的一张九 这边他是次天翼 果然是九 这边一点 只是当一个差 刚才兵了一下 兵还添过 祸不担心 这边复魂 复魂还成功 哎呦 玩什么玩 这边杀下曹昂 看下曹昂 康慨能不能成功 要不成功的话就扯淡了 还好 再来一杀 再看 而这如果收掉的话 反贼要奔 这边注个高财 哦 他吓死我了 还以为他又是傲财出来 他留了一张套 怕主攻收了 直接一波了 所以 直接救一下 希望他 他是觉得自己在那边动 去收了反贼 当然反贼能慷慨 肯定能不被收 就绝对不会被你收 过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一下 哦 他趴了 他真敢趴 周泰吃个桃 让他明白 啊 那个诸葛克 内奸已经丧心 这个内奸绝对是怕 他的那个 操异动 主攻死 他已经是 敢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去弄 因为你这 打成这状态 那忠诚就绝对会杀你了 你也是内奸 绝对不会留你 所以能杀死你 肯定杀死你 这边看一下诸葛克的 继续倒财 哦 秋淘 诸葛克再见 又是神奥财 哎 简直是人家家的诸葛克 让全场都明白了 关于张宝有张闪 那这样子的话 一会周泰的杀的输出 都输出不了了 所以当他有杀的话 就可以去留下 明闪是没必要挑战这个的 完了 把泰尔茨这个难题交给 诸葛克 诸葛克也是没有什么动作 直接过 继续的拼点诸葛克 现在作为主中方 还是希望能打死诸葛克 因为诸葛克的能力 要远远高于周泰 而打周泰的话 也不能保证说周泰狗尔去死 对不对 你说他不去多少张 也不能保证说 他马上这一次没有成功 手上还是一张明闪 哎呦还明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要把距离弄掉 明的一张闪出决斗 南蛮都是可以去打死的 当然前提是以周泰这种过排能力 能否找到南蛮和决斗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呃内奸赶紧去强势的空态词词 趴下达到一血 现在大家都是非常都是一血 当然周泰这个不能叫一血 只不过大家都是一血 这边周泰已经有点小怂啊 四不驱非常的怂 所以他无限了火攻 虽然说三排火攻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平点还成功了 因为是人王盾 所以只能单杀一刀周泰 没有死 呃呦成功了 这样子的话周泰是不是要去 当然他这边还是选择先去收诸葛克 这个原因我刚才讲过了 呃 但诸葛克那边又是又是一次神要才救命 所以这一刀去杀周泰 看见周泰这一次不去 一样了 有没有桃呢 有 呃 祖宗这一次成功 其实也是挺冒险 他没有去吃那张桃 在他的心目当中是觉得能收了人 但是有一点点冒险呀 直接是要赢了吗 啊 留了一张桃 啊 对刚才那个不是他留了一张桃 我刚才看错了 说错了 他最后是用那张明闪去打的 完了 把那个判定出来的明桃留下来了 现在进入主板内 诸葛克把开始打死 关心张包去判 两张黑 哦漂亮 这样子的话说明他没有闪 那一会儿周泰杀一刀 有请就赢了 只要报告证判黑 哦 拆 拆报告证 那这样子的话稳定要求一张桃 再看一下诸葛克能否让我们继续的明白 没有 那最终的话退死了 这一局打的真的是惊心动魄 再加上直播的时候 呃 显得这一局就非常的 呃 峰回路转 刚开始反贼死了一个反 马上觉得局势就不对劲了 然后反贼利用 呃 反贼的天然优势去挤火主攻 完了不停的打 但是呢呃通过曹昂关键时刻的断了两轮杀 再加上中期的寒当的呃意外死亡 完全完全没有节奏 那内奸强势的控场去杀忠诚的同时通过神耀才也保 强保主攻倒不死对吧 这强行不死啊 最后通过这个新周态这不屈血多么扛的扛的在高压的情况下最终的话偷得一个胜利 这一局还是比较精彩或者是比较惊心动魄的行 今天的视频我就随便出一局 也就是看一下昨天的直播 那我们最近也是把直播做好 顺便的话 呃 录像素材咱就不要太高标准高要求了 因为精力就那么点 做一个事再做另一个事就非常非常的冲突 这些的话我也会选择一些比较精彩来做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再见